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腦袋說不像這個東西 地狼就像學生人一樣 重複記台 就算是全區染到好也都沒關係 地狼不斷比航 無一般電影的香氣比較滋味 並經過鄉事的討論 才關注今年的特定獎 我們還是按照我們凍檸茶 原來應該表現的那種特色 就是說它的發酵度加上烘焙 讓這個滋味比較乾純 濃郁 然後比較耐泡 那也比較穩定 這個我想今年的特等茶 它都有具備這樣的條件 所以它才有辦法在今天能夠勝出 如果鄉農會今年都出了一個比賽 終於在今天我們是平身的改變 農總有6368萬電郵參賽 最好得台2432萬 可以真在頭上 以及白名伴手 只有137萬 可見比賽的平身是最嚴重的 我們陸股農會的冬年烏龍茶這個品牌 是享譽國際的 在目前就是在世界上 以單一 單次 每年兩季 劍數都超過有6000劍以上的比賽場 陸股農會目前是 世界是算是第一的 它的量與它的值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的茶農 共同的辛苦經營的成果 這次陸股農會參賽的比賽 最好是由電郎苦受欠 在今年的得頂獎 不過在新智公佈的百點進來 就以每台近30萬左右 讓大家訂了料 繼續走走廠報道